詮釋都沒關係 它沒有一個標準化的 所以是跟我們聽一個曲子的感覺跟感動 跟我們自己的背景是有關的 所以沒有什麼統一的 但你就是聽到你要有感覺 你起碼要能感覺得出一個好的曲子 我講好的曲子 現在很多流行曲完全沒有情感的 那個5.5號 它會觸動你的 因為內動而產生外動 那就是我們的 在以前來講 就是發至於中行諸於外 發諸於中 那你中心要有發 所以你感覺到什麼 你感覺你就不知不覺要動了 怎麼動 對不對 就這種東西來表達你要動 你要動 它也是一種肢體的表達方式 所以我們平常聽音樂要去練 要去練練練練習 練習聽 第一個你起碼要能聽出來音符的高低 這個音比前一個音是高還是低 這個旋律是往上走的還是往下走的還是平的 先要聽出來這個 聽出來裡面的情感 剛才中間只有中間有一段那個情緒比較緊緊一點 就這樣子 從頭到尾都是很平淡很美的 好 我們要不要來動動看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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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忙 給我 … … 谢谢大家